好 祝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路德社之国际形势 今天是2023年4月8月21日 美国东部事件 现在是中午下午事件 美国东部事件下午事件 这个今天刚刚 最新的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公告 敦促美国公民立即立即立即离开白俄罗斯 这是已经把白俄罗斯评估为 第四级的最高风险 我们之前做节目 这是美国国务院的1234 最高级的风险就是四级 美国国务院 以及 驻白俄罗斯 驻立陶宛 敦促发明确的声明 敦促在白俄罗斯的美国公民 立刻离开 立刻 不是说什么什么 就是立即打包 赶紧走 并警告 不要再前往该国旅行 这个 立陶宛 拉脱维亚 波兰 已经 关闭了 和白俄罗斯之间的 整个的边境通道 因为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了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 在白俄罗斯附近 正在军演 正要全面的入侵 波兰 正要 瓦格纳雇佣军 也在全面行动 8月19 你看8月19 就这一天 他们 白俄罗斯 俄罗斯在军演 最大规模的军演 美国这里 绝对是得到情报了 这两天 可能就 特别军事行动 就要入侵波兰了 波罗地亚战士全面 全面升级 这 这就是啊 你看局势 到现在 是吧 很多事情 绝对的啊 时代已经变了 如果任何人还以为 是吧 这所谓的战争 这种东西 都以为只是 好莱坞电影里头的 实际上 它已经啊 全面 卷入了 白俄罗斯 如果全面卷入 这就意味着 是吧 啊 这个世界大战的阵营 有多了 多一个国家加入 那就是白俄罗斯 美国国务院啊 现在整个社交媒体啊 所有的 包括美国的 英文媒体 都在那里啊 发布这个 紧急 警告 美国公民 在白俄罗斯 赶紧离开 立即离开 因为白俄罗斯 现在除了啊 要 可能入侵 波兰以外 集结军队啊 还在任意 执行当地法律 抓捕 所有潜在的啊 美国人 美国公民 以及啊 大使馆 在里面的人 现在 都有可能 被他们啊 任意抓捕 他写的 警告中 这样写的 不要前往白俄罗斯 因为白俄罗斯当局 继续协助俄罗斯 无端攻击乌克兰 俄罗斯在白俄罗斯 集结军队 任意执行当地法律 潜在的内乱 被拘留的风险 以及大使馆的协助 居住 或前往白俄罗斯的 美国公民的能力有限 就是美国 在白俄罗斯 已经无法保住 保护你了啊 我记得当时 2月24号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 美国也是紧急 紧急 也是一样 四级 一旦到四级的时候 一般离战争 隔不了 查不了几天了 当时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我记得好像 提前一两天吧 两三天 然后先是紧急撤离 美国人 后来就是大使馆 紧急撤离 基辅的大使馆 是吧 当时是 所谓乌克兰的紧急撤离 俄罗斯的紧急撤离 然后呢 后来俄罗斯就入侵乌克兰 导弹很飞 现在也是一样啊 白俄罗斯 即将 卷入 这场 这场啊 可能就是升级的战争中来 这我想听你啊 齐罗斯 你怎么看 对 这个印象里发挥旅行警告的 这个 都是当地 住当地的使馆啊 美国国务院发的这种 这叫不是你说这个 之前乌克兰这个 我还没什么意义 看来这个形势 确实已经 非常紧张了 另外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点特别重要 就是因为所有的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没有经历过什么战争 所以对这个 这个 当然现在 因为乌克兰那边 已经打了一年了 但是毕竟是距离上比较远 就没有 也没有什么切身感受 但是我现在能感受到 就是战争 离自己确实非常紧 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一系列的 这个 这个 不管你身处何方啊 就是还是需要有所准备 对于这个世界的变化 而且我们一直在说 就是这个 升级到这种状态 确实也是在意料当中 但是很多人 他对这个战争 是没有概念的 就是 就像你说的 就停留在这个 这个这个影视作品里的那种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 确实已经进入到了 这个状态 然后根据规律来讲 他我们也之前也讲过嘛 现在大部分时间 处在战争当中 所以说 对这个概念需要有 有有有有 怎么说呢 更清晰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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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 然后 我当然是觉得 这个三战已经开始 但是现在 马上就会进入到 这个各处热战的 这个状态 如果 如果这个 就是欧洲 整个战场升级的话 我相信别处也不会 也不会晚 就是他 肯定是一个联动的状态 以前美国的这个 国务院的通告里头 这样写 在白俄罗斯的公民 应该立即离开 考虑通过 立陶宛与拉脱维亚的 边境口岸 或者乘飞机离开 美国公民 不要从白俄罗斯 进陆路 进入波兰 这一句话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接下来就是 波兰 要开战了 不要前往俄罗斯 或乌克兰 这是毫无疑问的 乌克兰 战争中 关键是 不要经陆地 进入波兰 所以就是很多人 这句话就已经透露出了 说白兰 就在波兰 陆地这一团 即将有战争 即将开始 所以 所以 这句话就透露出了 一切 这就是我们之前 我记得去年 2月24号 我们那个时候 就已经告大家 是吧 接下来一定是波兰 一定是波兰 很多人当时 因为去年2月24号 现在很多人 有些五毛留言 说路德社说的 都是 我们说的是 去年2月24号 当所有人都认为 俄罗斯不可能 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那多少专家 包括法国的什么 情报部门 都觉得俄罗斯 不可能入侵乌克兰 是吧 是吧 咱们 当时入侵完以后 很多人说 这几天就结束 我们说至少 五年以上 梅德维杰夫说了 乌克兰战争 至少十年 我们说了 他不仅仅是乌克兰 当时也说了 绝对会进入 入侵波兰 这就是一场世界大战 波兰一旦 白俄罗斯 哪怕通过瓦格纳 进入 入侵 表面上通过瓦格纳 实际上就是俄罗斯 扩大军事 点火 这种情况下 这都是世界大战的 全面开始 是吧 所以你看 这个 这就告诉大家 这就是很多 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听那些谣言 听那些 中共的那些 洗脑的 大外宣 以及伪装成 所谓反共的 外宣 有大内宣 以及反共外宣 天天 让你继续 岁月静好 是吧 习快结束了 习不行了 习立马 曾经红要把他给废了 那你就天天做这个梦 你看去南非了 一点事都没有 是不是 只有 别去再有那个任何的放下 任何幻想 知道吗 就是 坚决的 对着中共来 这唯一的 就是这条路 别再幻想着 谁 把这个习 习共灭了 让把自由交到你手上 那都是做梦 就是那些 所以反共的很多 这个威 那个威 天天传播一些谣言 前段什么 李习上李下 又什么火箭军 那个了 又什么 什么 北戴河 北戴河有啥呀 我天天天 都把北戴河会议当成 我发现有几个天天 造成那么沉破空 天天就是 每年一到这时候 就北戴河 北戴河 北戴河又咋了 就是一个养老地方 天天就是大纪元的那些媒体 天天就是 一个就是一到北戴河 北戴河的元老们 就天天要把习给弄死了 天天做着梦 知道吧 编着摇 就是忽悠 那些所有的 你们继续 躺平 放心 有党内的老领导 把他们给灭了 是吧 一样的逻辑 齐罗斯 你说是不是逻辑 你就在等着 有党内的老领导 把习给灭了 我觉得这帮人的任务 就是放烟幕弹 然后 放这个释放麻醉剂 咱们之前分析过 整个宣传领域各种不同维度的 就是你出来看到的 我这一针麻醉剂给你放平 你不要想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分辨能力 这真的一直在想 这个很重要 你得有自己的思考 分辨能力 所以说谁值得相信 我相信咱们观众 已经到了这个时间段 已经非常清楚这件事情 这个你看 比如说俄罗斯不行了 很多俄罗斯靠着中共 靠着习 这都是胡扯的 真的吧 对 中共会给他武器 但是绝对 谁大 谁是主 谁是仆 这看得很清楚的 别以为这中共 经济总量 那个点 在战场上 战场上 俄罗斯 那是比中共 那是强很多 别人就是战斗民族 说干就干 说入侵乌克兰 就入侵乌克兰 是吧 现在波兰 说干就干 他真不怕美国 俄罗斯是真不怕 中共 是真的 两边都怕 又怕美国 又怕俄罗斯 又怕俄罗斯 害怕自己的老百姓 它是一个正逻辑关系 所以大家看 这个 美国国务院 这个警告 我们再 回顾一下 这整个过程 是吧 这几天 我们做节目 也一直在 白俄罗斯 和立陶宛 以及波兰的边境 成兵 自己成兵 俄罗斯的军队也在那里 同时 瓦格纳集团也在那里 那里有一个走廊 直通加里面格勒 总共200多公里 加里面格呢 是俄罗斯的 唯一飞地 就是波罗的海的 重要的出海口 可以说是 直接掐住 波罗的海 里面就是 大家知道 波罗的海往里面走 那就是 就是以前叫列宁格勒 现在叫圣彼得堡 可以说是 之前 都是俄罗斯的首都 沙皇的首都 当时所谓的十月革命 就是在 圣彼得堡发生的 后来叫列宁格勒 这都直接控制着 周边的 重要的国家 包括 瑞典 芬兰 挪威 丹麦 北约五国 北欧五国 都跟波罗的海有关系 是吧 因为他只要 把波兰 他以一个名义 什么名义呢 保护他 加利涅格勒 的这条通道 的名义 直接用瓦格纳军队 穿插 这就可以把 波罗的海 北边的三国 立陶宛 拉脱威亚 埃萨尼亚三国 给锁死 锁死 北欧的几个国家 那就很危险 说吧 因为他说 本来 这三国家 北欧 波罗的亚三国 一直以来 之前都属于 前苏联的 本来就属于 苏联的国家 后来呢 都是一直都是 反苏的 前沿真谛 反俄罗斯的 最前沿 同时 也是当时 前苏联里头 这三个国家 是前苏联 就是技术 最先进的 三个国家 就前苏联 搞设计啊 重工 都是在乌克兰 搞这材料 搞这些 加工 都是在 这三国家 特别是立陶宛 立陶宛 现在 还在供应者 德国 什么 奔驰汽车 什么大众 很多配件 因为这三个国家 他跟芬兰 芬兰搞通信 是吧 电子 就在 这 前苏联 他由于 有这些国家 包括芬兰 还这三个国家 包括波兰 以及东欧的 这些国家 所以呢 它是一个 基本上 比较全的 一个产业链 解体以后 俄罗斯 啥都没有 设计呢 是吧 都在乌克兰 航天航空 也都在乌克兰 是吧 然后呢 有些 科技类的 有些通信类的 其实都在 这个东欧 这些国家 所以呢 俄罗斯 基本上就相当于 掏空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 就立陶宛 这三个国家 对俄罗斯 是非常重要 对他 接下来发展 军工技术 是极其重要的 因为这三个国家 就靠 这三个国家 人口不多 但是收入很高 是整个 当时 现在 从苏联解体以后 东欧国家里 包括苏联解体之后 的国家里头 收入最高的 已经 就跟那芬兰一样 都迈入了 这个欧洲 这个收入 到发达国家 这个路上 是吧 那比什么哈萨克斯坦 那就要高多了 哈萨克斯坦 纯粹卖石油 是吧 比那些 别的国家 包括高加索的 格鲁吉亚那些 要强多了 并且 它的人类发展 指数很高 人口不多 坚决 反共 但这几个国家 都加入了北约 所以 俄罗斯 害怕 和北约 直接发生冲突 所以就是 瓦格纳 而这里 这有个 加里尼格勒 中间就 两百多公里 很快的 一旦打通 是吧 一旦打穿的话 那几个国家 陆地上 和波兰之间的 联系 它就中断 而加里尼格勒 它可以在 海地上 海上 进行封锁 很多人封锁 它就跟黑海一样 是吧 乌克兰 啥东西 它就直接 乌克兰 黑海 你的港口一封锁 它没事 它就给你布水雷 布水雷 然后 然后动不动 用它舰艇 封锁 那三国家 它就得不到 陆地上的 支援 这就彻底被鼓励了 然后 再采取特别军事行动 内部颠覆 是吧 就跟当时 对乌克兰一样 暗杀 它的总统 然后直接 选出自己的总统 然后宣布 效忠俄罗斯 成为一个 像白俄罗斯一样的 独裁国家 因为白俄罗斯 跟他们是边境 它里头有大量的 白俄罗斯人 以及俄罗斯 随时可以颠覆 因为他们都说俄语 本来就是 在苏联时期 就是一家的 在沙皇时期 也是属于一家的 都属于沙皇 下面的 所以它是一个 有个这个历史关系 但是 我们之前说过 俄罗斯 它一定会走这一步 这一步 和东边的 习这边 又是遥相呼应的 和东北亚 也是遥相呼应的 所以他就看美国 到底你要哪一边 两边一起上 甚至南中国海 也会 所以今天 就得到了 美国国务院的 全面的警告 让所有在 仍然在 白俄罗斯 立即离开 风险为四级 最高安全警告 并且 让他们不要走 白俄罗斯 到波兰的这条路 这个路 陆地上的路 千万不要走 要么坐飞机 估计现在要走 很难 难度很大 但是这个时候 还待在 白俄罗斯 美国公民 是吧 那是 我觉得 只能 自求多福了 最后 金融师先生 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我还是觉得 那个 就是咱们在认识 和中小的认识世界上 这个发展到的 这个这个状 目前的这个状态 当然这个话题 就非常多了 我觉得大家 要继续观众我们节目吧 路德 好的 好 咱们今天 这个图发新闻 就到此事 别忘了 点赞分享 谢谢其中事件 谢谢周围观众看 别忘了 添加路德社会员 再见